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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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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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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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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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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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摩納歌餅 就是人家那種針鮮賣的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就想說最終看起來好像有點類似 來吃吃看 給你 來 那你要吃嗎還是不用 要 要我給你 你要一整個嗎還是一般就好 一整個 喂 那我咧 你要一整個嗎還是一半就好 一半 你幫爸爸一口 爸爸再撿給你 你幫爸爸吃一口好不好 你自己管他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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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好吃 這是奶油的 這是奶油的 嗯 好 這蠻香脆的 蠻香脆的 你覺得這個香脆嗎 我看不出來 你看 你看 好香脆的 它哪裡香脆 它餅軟到一個不行好不好 好 可是它裡面雪糕夾得很滿 嗯 很濃郁 很好吃 就牛奶味很濃郁 嗯 而且我覺得這款可以耶 我喜歡這個味道 點點乾乾的 小朋友應該也會很喜歡 你要帶一個嗎 有 我覺得它一支平均30塊 CP是OK 口味也非常OK 10分的話呢 我給它 8分 差不多8分 嗯 接下來呢這個是 中家骨泡菜煎餅DIY包售價99元 它這邊還有寫韓國正統超脆泡菜煎餅喔 它這一袋呢說是兩人份 然後它裡面就是一包粉 一包泡菜 粉要加120CC的水 攪拌均勻之後再加入泡菜 那我們來試做看看 先倒入粉 120CC的水 攪拌均勻 它其實蠻好攪勻的 然後我們放入泡菜包 好 好我們要開始煎泡菜煎餅了 我們今天用最簡單的方式呈現 一般是不是還會再加一些海鮮料之類的 嗯 海鮮煎餅啊 對啊不然這個好像有點太單調了齁 看起來是定型的 我們要來把它翻面囉 哇很厲害耶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來吃吃看喔 它單吃蠻夠味的 因為它泡菜本身是 很正統的韓式泡菜 酸度蠻高的 泡菜味很濃郁耶 嗯它泡菜超重 然後我覺得它可以 完全不用沾醬汁 或者是沾他們那種甜甜的醬 可是我覺得有點空虛耶 沒有肉或海鮮在裡面 嗯 建議大家可以自己加一點配料 不知道分量真的不尷尬齁 對 嗯 嗯 10分的話 我給它 6.5分 7分吧 嗯 我根本沒有那麼喜歡這麼重的泡菜味 我還是吃了海鮮煎餅 那我們先謝謝我們今天的乾爹 OP茶粉鏡 讓你洗碗不只要乾淨 還要洗得安心 OP很支持環保還有台灣農業 這個是採用呢 阿里山高山茶萃取 它主要呢 是透過高壓萃取技術 保留原茶的精華 它可以體驗出豐富的茶造素 與十倍濃縮的茶芬 這些呢 都是可以去除有無洗淨異味 讓茶不只可以喝 還可以清潔 而且它使用起來 非常溫和不相守 通過日本JIS安心認證 蔬果碗盤都能安心洗 那我們直接去洗一下吧 這個呢 是我們剛剛用的碗盤 這個是風哥在學校吃的碗盤 那這個是風哥在學校吃的碗盤 然後有小孩呢 會特別注重蔬果是不是有洗乾淨 會不會有農藥殘留 這一款呢 非常的多用 它還可以用來洗梨蔬菜 然後也可以洗奶瓶 那我們先來洗看看 像這個是藍莓 它上面就是會很多農藥的殘留 我們現在洗乾淨之後 會把它沖掉 你看藍莓就會變得很乾淨 然後這是我今天買的花椰菜 大家都知道花椰菜非常的容易殘留農藥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呢 稍微洗一下 OP茶粉筋它有清雅茶香 還有檸檬茶萃等兩款 另外呢 他們也有出這種補充包 環保 對 目前呢 全年家福還有大輪發都買得到 而且他們官網MOMO也都買得到 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可以趕快去買來用用看 真的很方便 因為不只讓你洗碗 還可以洗淨蔬果 還可以洗奶瓶 非常的多用 接下來呢 這個是 綠豆涼果子 售價55元 小編一看到這個就說 天啊 全年連這個都有在賣 對啊 好復古 這個夜市應該很多在賣的對不對 但是我其實從來沒有在夜市買過這種東西 然後我就是路邊有一個腳踏車 上面有個大圓盤 喔 然後下面就是我有冰塊之類的 然後它裡面有三種口味這樣 它總共有12顆 這個是綠豆口味 它看起來其實蠻可口的 綠豆要炸出來 很好吃耶 欸你看 不會很甜 算是蠻帥的古早味點心 你知道嗎 而且價錢也蠻OK的 這長輩應該會喜歡 對啊 而且它不太會黏牙 長輩是指我嗎 因為它有很大的成分是在吃回憶 對嗎 對 不錯不錯 十分的話我給它 七分 八分 很古早味單純的甜點 我很愛 接下來呢 這個是美味想出的 蒜香菱角鮮蝦 售價129元 它是可以直接吃的 它一盒的分量其實沒有到很大 不過蝦子還算蠻大尾的 而且它有那種菱角 最下面這邊都是蒜酥 它一打開 那個香氣很濃耶 是不是 先A字過來 我先吃菱角好了 喔 菱角我喜歡 因為它就很像餅乾你知道嗎 搓水蔬菜 它蝦子的殼也很像餅乾耶 它很像我們以前吃的那個是什麼 蝦酥酥 嗯 對的蝦酥酥 它真的就是把蝦子脫水脫得很乾淨 然後它的調味蠻重的 帶一點辣 喔 而且微辣 我覺得不只微辣 對我來說應該有中辣了 小辣到中辣 微辣啊 而且它的辣是 一直出來一直出來一直出來 欸蠻辣的耶 我覺得它是好吃的 但是 它的蝦比較大隻 吃的時候要小心 它很容易刮嘴巴耶 會不小心刺到嘴巴 我剛才被它蝦頭前面刺到 嗯 對 吃的時候要比較小心一點 嗯 十分的話我給它 七分 對我來說有點太辣 七點八 十三香雞胸 售價五十九元 這個也是他們最近很熱推的一個商品 雞胸肉呢 其實它氣炸煎都可以 那我們直接用煎的 因為盤子洗得很乾淨對不對 對 我以為它是一整片 結果它是兩片 喔很香喔 這樣就有味道出來了 好了 其實雞胸肉很快就熟了耶 稍微煎一下 因為它比較薄喔 嗯 喔 而且它吃起來很不像雞胸肉耶 它蠻彈牙的耶 嗯 它很嫩耶 嗯 我很喜歡它十三香的調味 而且它這樣煎起來 裡面還算是多汁 嗯 我以為雞胸會很乾 對我蠻喜歡的耶 嗯 這個對吃重口味的來說 應該會非常喜歡 而且它這樣一盒是130公克 它的熱量是 136.2大卡 真的假的 這麼 一個便當差不多就六七百卡耶 嗯 甚至更高 還不吃爆 意外重口味好吃 而且意外雞肉蠻juicy的 十分的話 我給它8.5 你呢 8.6 我留最後一塊給你 好 接下來呢這個是 隨緣 三杯植物肉水餃 售價145元 它裡面有20顆 所以平均一顆大概7.25 隨緣是那個泡麵 素泡麵那個隨緣嗎 對 就是那個隨緣 這很久了耶 他們出了一個水餃 嗯 它是用盒子裝 然後就20顆這樣 我們的三杯植物肉水餃好了 我有辣椒 這個就是要配一下辣椒 它其實裡面內餡算飽滿 然後滿濕潤的 我覺得它還滿像肉的耶 嗯 所以它植物肉做得不錯 對 已經滿逼近肉的感覺了 我覺得它算是溫和的三杯 嗯 但是它該有的那種三杯的味道 都有呈現出來 我覺得它皮比較偏軟一點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厚皮派 我喜歡 就是人家那種手工水餃 皮有點嚼勁的那種 嗯 你喜歡薄皮還是厚皮 我喜歡有點QQ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你也是厚皮派 它的皮是比較如來的 這辣椒蒜味很濃還不錯 我覺得如果你本身是吃素 或者是你想要換一下口味 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雖然一顆7.25 但是它口味上都表現得OK 它真的有比我想像中的好吃 10分的話 我給它7.5 大概有8分耶 而且小便是完全不太能接受素的人 對 我覺得它沒有植物肉的感覺 嗯 我覺得現在植物肉做得好厲害 好其實我們在拍攝的過程中呢 就是會一直在洗盤子洗鍋子什麼的 像這個是剛剛煎雞胸肉的 然後這是煮水餃的 接下來呢這個是愛滋味同載碗粿 售價58塊 好新奇 我覺得愛滋味真的很貴耶 它那個麻婆豆腐系列就做這樣冠狀的 對 它其實打開就能吃了 但是它有說如果拿去隔水加熱 或者是電鍋蒸的話 味道會更好 碗粿應該要吃熱的吧 那我們拿去加熱一下 我們的檔案碗粿也加熱好了 我是隔水加熱 它打開就是長這樣 太奇妙了 它不好倒扣出來 哇還有醬 意外不錯吃耶 我覺得啦 它的口感真的 跟你去外面吃碗粿一樣 對 然後它裡面的醬是甜辣醬 嗯 很好吃耶 還是味甜辣醬就很有名啊 對 不過 我覺得58塊的碗粿好像偏貴一點 而且它比較小一個 但是它就是一個方便性 就是你背在家裡 或者是你出去露營帶出去 算是蠻方便的一個東西 隨時想吃碗粿都有 但是如果我家附近有賣碗粿 我還是會去買附近的碗粿 附近沒碗粿這個是很好的選擇啊 對 我真的覺得 它意外的 蠻好吃的 口感也很棒 好厲害喔 欸這有讓我驚奇到耶 所以 10分的話 我給它 7.5分 我本身就是一個愛碗粿的人 7.5分 接下來呢 這是美味堂出的 老重慶麻辣豆腐 售價69元 我們今天有臭豆腐達人 等一下你來評比看看 嗯 一定有試試看 我們先拿去加熱 它一盒裡面呢總共只有六塊 嗯它是入味的喔 但是它是板豆腐對不對 嗯 辣度大概微辣 嗯 很不辣 微辣有小辣啦 因為我喝它的湯 喔我沒有喝湯 可是跟我們去吃生坑那種臭豆腐 裡面都吸飽湯汁的感覺 還是不一樣 它裡面就是這樣 看起來比較紮實 但老實說它就是比較硬一點點 嗯 如果你很期待的是去麻辣火鍋煎那種 軟 比較軟的那種口感 它不是那樣 嗯它是天硬 嗯 紮實 對 10分的話我給它 6.5 7分 這比較不是我的菜 嗯 接下來呢這是筆杯多出的 莉莉抹醬 這個是蒜香顆粒 售價155元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口味 但是我對蒜香的比較有興趣 然後呢 我有買英格蘭寶藥來搭配 等一下我們抹完醬去烤看看 欸它感覺裡面蒜蠻多的 我們烤好了 看起來賣相很不錯喔 我覺得太誇張了 每次你拍影片我每次破解 我覺得它很香 入口你會感受到它的那個香氣 如果你有咬到蒜那種碎碎的顆粒 就是味道會更濃 而且它的蒜是不會刺辣的那一種 它怎麼會變甜欸 嗯 它比較溫和款 嗯 不是那種刺激的大蒜 對 它上面就是很明顯 可以看到那種良香菜的顆粒 然後有一些香料味 我覺得它這一款是好吃的醬 然後它的保存期限呢 是90天 就是大概可以放3個月 不過我覺得它比較可惜的是 它是用冷藥奶油 哦 所以如果care的人呢 就不要買這一款 但是它整體味道我覺得蠻好吃的 有人還有這個細節喔 嗯 畢竟因為現在的人比較注重健康 人造奶油就會比較排斥一點 10分的話我給它 7.5分 差不多 好了 我們今天開箱的全年新品 我覺得這10樣吃起來 基本上都還蠻安全牌的 沒有很雷 而且有好幾樣我們都覺得很好吃 請問小編你最喜歡的是 蒜香菱角脆鮮蝦 哦 對對對 應該一直吃 它很酥我超愛的 但我覺得有點辣 還有良緣我也超愛 你的回憶 然後我個人覺得十三香雞胸肉也很好吃 然後還有最中雪糕 那個我跟豐哥都很愛 然後就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最後提醒大家呢 現在OP茶粉店全年也都買得到囉 想要洗完洗蔬菜的 趕快去買來用用看吧 溫和不傷手 讓你安心洗 好了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為止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呢 記得幫我按讚 按訂閱 還有開鈴鐺 然後記得要分享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